再来我们看第三 他说利用分配率 计算101乘以99又1 2分之1 那这里101我们把它想象成100加上1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99又1 2分之1 如果你把它想象成99加1 2分之1 不是不能算 但是好像也不会比较好算 但是这个99又1 2分之1跟谁很接近 跟100很接近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想象成100减掉1 2分之1 那我们就把它想象成100减掉1 2分之1 所以这个101乘以99又1 2分之1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100加1乘以100减掉1 2分之1 那这里前面的第一个乘以后面的第一个 100乘以100就是1万 再来前面的第一个乘以后面的第二个 这里要特别注意 这里后面的第二个是负1 2分之1 所以就是100乘以负1 2分之1 正负得负 然后100乘以1 2分之1 所以就会得到1万减50再加100 再减1 2分之1 那1万减50再加100相当于加50 所以就是1050 可是还要减1 2分之1 所以就是1050减掉1 2分之1 那我拿1给他减我还有1049 那1减掉1 2分之1剩下1 2分之1 所以就是10049又1 2分之1 那这一体就算完 那做完这一体你会发现 跟前面有一点不太一样 哪里不太一样 这里是加 然后这边是减 那我们在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前面的第一个分给他的时候 他是正的 正的乘以这个负的正负会得负 再来第二个 前面的第二个乘以后面的第二个 正负得负 这个正负号的地方 我们要特别注意 这就是这一体 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看第四体 利用分配率计算99又5分之4 乘以199又2分之1 那这一体很明显 99跟100很接近 所以把他想像成100 他又5分之4 所以是100减掉1分之1 因为借1给他减 1减1分之1就5分之4 所以剩下99 一样的道理 这里199跟200很接近 那就是200减掉1分之1 所以我们可以把99又5分之4 乘以199又1分之1 想像成100减掉1分之1 乘以200减掉1分之1 接着我们就来乘看看 前面的第一个乘以后面的第一个 没有问题 100乘以200就是2万 再来前面的第一个乘以第二个 就要注意了 这个100是正的 正负得负 然后100乘以1分之1就是50 约分 再来前面的第二个乘以后面的第一个 这里要特别注意 就是负5分之1乘以200 负正得负 5分之1约掉变40 所以就是减40 再来前面的第二个乘以第二个 负负得正 然后5分之1乘以2分之1 就是10分之1 所以我们算出来是这样 2万减50再减40 等于减掉90 那我拿100给你减就好 所以就是19900 那我拿100给你减还剩下10 那再加上1分之1 所以就是19910又1分之1 就是这一道题目的答案 那我们在做这一道题目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里两个都是减号 那么因此承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他的符号 到底是加还是减 就是这第三题跟第四题要特别注意的比方